大家看到了没有 那些调侃乌克兰女性的中国男性影响太恶劣了 这个女王有一个乌克兰的网红 她本人呢是中文的翻译 她在乌克兰呢发来视频 她控诉这些中国的网民 她没有具体的指中国的恶臭的男网民 是怎样的拿乌克兰女性 什么剪闹啊抄底啊 就拿人家在战争中的这种受害被侵略的女性 开这种恶臭的玩笑 真的太恶心了 还有微博上有一个网友说呀 他说我真的气得快流眼泪了 我请求大家停止不要再调缓战争 不要再犯贱开战争梗的玩笑 不要再觉得这仗啊打得活该 觉得自己啊和这件事情无关了 现在呢国内呢收留乌克兰美女之类的话啊 被外媒乌媒大量的转载 导致乌克兰人呢开始出现了反华的情绪 现在呢战火越来越激烈 极有可能啊从空袭转化为巷战 枪战 因为你们随口一句调侃 而导致乌克兰的华人和留学生根本就没有办法 大批跟着本地人在防空洞避难 再加上现在啊当地居民都能免费领枪 意味着呢可以以保卫保家卫国的名义 无差别的开枪 现在啊我们不得不把表露自己是中国人身份的一切特征 我们都隐藏起来害怕下一个被误伤的就是自己 当你们舒服的躺在家里喝着奶茶 刷着微博开着玩笑的时候 是我们这些远在战场的同胞们在为你们的行为买单 不要再把同胞往火坑里推了 真的这中国的这些国内的这些男朋友 真的太恶臭了 太无始了 太卑劣了 嗯还有微博上啊 观察网观察者网 这个微博说呢 坚决处置 俄乌战争持久化 乌克兰美女来中国等恶俗调侃 宣扬对立意味的不恰当不友善言论 近日啊很多网友关注并热议国际局势 但战方发现 有极个别网友呢 发布俄乌战争持久化 乌克兰美女来中国等具有恶俗调款 宣扬对立意味的不恰当不友善言论 对此呢战方坚决于处置 哎呦真的真的真的太恶心了 有一个刚才说的那个乌克兰的中文翻译 应该是叫马莎 他是一个网红 他就快哭了 很气愤啊 谁愿意在这个时候 还被啊 另外一个国家的男性 拿不仅是拿自己的国家的这种灾难来开玩笑 而且是拿这个国家的女性 在进行着议淫 女网友们 中国的国内的女网友们还是挺有正义感的 说啊 个人意见 把收留乌克兰美女 言论的抓紧 公开判一下 既能恢复国家形象 保护侨民同胞 又能为这些阳刚男儿提供一个牺牲 小我光荣大我 这个恢复国家荣誉的热血机会 真的说这种话的只有中国男性 中国女性没有一个说的 然后呢 这个其他的网友意见啊 都是女网友说 想多了 本朝爱男你还不明白吗 男的才不会受处罚 男保怎么会说错话呢 男保都会在好大儿说到男保的爹呀 谁是男保爹呀 想想啊 都会在好大儿说到心坎儿里去了 赶紧盼还来得及 还有的说呢 下面又开始了 敢做不敢当 国男本色 永远都是境外势力 在诬陷我们亲亲难保了 还有的说呢 国男拔智齿 国男拔智齿啊 动不动就拔牙咯 还有的说呢 一个女网友说的 她因言获罪 我是非常支持的 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 还有的说呢 昨天啊 这个和 这个男同事们一起吃饭 聊到呢 俄乌战争 没说几句啊 所有男同事 都开始说 哎呀乌克兰好多美女 到时候哈哈哈哈 真想吐了 我国男性这几本盘啊 还有的说呢 最好把这个中国男性 打包头去乌克兰 体现他们的阳刚之气 还有的说呢 说一句这个男保啊 太子妈都要举报啊 太子妈这么脆弱 也就护男保的时候 最硬气了 有道是维武则刚对吧 是真的 中国男性真的是 太损害国家形象了 然后还有的说呢 南法国官立马删除 南保的微博 然后就来一个什么 迫害警告 言论自由警告 还有的说呢 口嗨 口嗨啊 也要付出代价 那个 还有的说呢 拜托人家是男保 那意思就说 国家肯定不管呗 还甩过外国人呢 除了网络上 身边有不少男同事 一银乌克兰门语 真的就基本盘 哎呀真的是 中国男性怎么这么恶臭啊 跟中国女性都不是一个 一个物种 有没有感觉到